我们要欢色鼓舞 将光荣归于天主 因为我们全然的天主 上主掌握了王权 阿耶路亚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灯所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慈敏同在 大家早安 全部早安 在今天的杜经义 我们将听初期教会 他们的生活的末世 每一个人把他们的财产 把他们的一切带到总土 以后总土分配给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 就在他们的团体里面 没有一个是穷人 他们是公平的分配 那在今天有一个例子 是纳伯 把纳伯 他把他的土地买卖了以后 把钱带到总土面前 那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现在的教会 我们当然不会是这样的 把我们的财产带到教会 不过他们的这样的生活模式 可以当作我们学习的 要彼此照顾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 统贞 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能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 常能宣扬 胜利复活的基督 你尽祂的保证 赐给了我们恩宠 求你也使这恩宠 在我们身上 解除丰收的果实 以上所求是靠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之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 宗徒大事录 信徒们 一心一意 没有人说 个人所有的财物 是自己的 都归功用 宗徒们 以大能力 为主耶稣的复活 作证 大受众人的爱戴 他们中间 没有一个贫乏的人 因为那些有田地 和房屋的都卖了 然后把得到的钱 拿来交给宗徒 照美人的需要 而分配 有一个人 名叫若瑟 宗徒们 称他为巴纳伯 意思 就是安慰之子 他是乐为人 生在塞浦路斯岛 他卖了田地以后 也把钱拿来 交给宗徒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上主身批得能 要细大权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他奠定了城环 大地永不遥憾 你的宝座 由太初就已建立 你从永远就已存在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上主 您的誓言信实可靠 愿您的殿语 永保圣洁 上主为王 以尊威作医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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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 尼克多摩说 你不要紧急 因为我对你说 你们应该重生 风随意向哪里垂 你听到风的声响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是从生神而生的 也是这样 尼克多摩问道 怎么能有这种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老师 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们知道的才讲论 见过的才作证 然而你们却不接受 我们的证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如果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 你们怎么会信呢 除了那从天降下来 而人在天上的人子 没有人上过天 每次在旷野里 怎样举起了舌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使凡是信他的人 在他内得永生 上主的圣言 祝福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祝福平安 我们大中华民族的文化 有一个教导 这个教导就是说 做一个老师 他应该是怎样的 带领他的学生 我们有一个说法 就是圆教不如神教 圆教不如神教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做老师 你不只是用言语教导 告诉你的学生 应该要怎么做 怎么做 但是你自己也要活出 你所教导的 以你的榜样 带领你的学生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有太人的老师 有太人的灵修 来到耶稣面前 跟耶稣谈话 那耶稣谈话的时候 也应该说 他利用了他们的圣经 来教导尼科德摩 但是尼科德摩 他无法接受 他无法明白 那耶稣跟他讲了 有关圣神 有关圣神 他先用一个比喻 风从哪里来 我们不知道 往哪里去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风的身相 但是风是怎么样的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圣神也是一样 其实如果我们 现在看的话 我们有那个气象报告 我们有科技的发展 的发达 我们都知道 明天风会是 怎么样的方向垂 那后天也是怎样的 但是在耶稣时代 他们应该完全不知道 所以耶稣就用了 那时候的一个情况 跟尼科德摩谈话 他提到了有关圣神 有关圣神 他说圣神也是一样的 像风一样的 大自然有一个奥秘 那天处于天上的 也更是一个奥秘 我们人应该是不会知道 但是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 有提过 有提过有关圣神 在犹太人被从军到巴比伦的时候 有一个先知陪伴着他们 这个先知就是 埃兹克尔 埃兹克尔 陪伴着他们 以后他就告诉他们 其实他告诉他们 他们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黑暗的时代 他们会看到一道曙光 那他就说了 他说将来天主要用清水洗净你们 要洗净你们 天主也要 把他的新的精神 放在你们的心里面 天主要转换你们的铁石的心 以肉有血肉的心 要赐给你们 先天主要把圣神注入在你们的屋内 早期 他们的圣经也告诉过 有关圣神 有关圣神 有圣神的带领 我们就要生活 要过我们的生活是以生神的 以天上的一个标准 过我们的生活 但是当耶稣把这件事情 跟尼克特摩讲 犹太人的老师 他回答的 这件事情是怎么能这样的 是怎么能成就 是怎么样 有这样的说法呢 他好像是不明白 所以耶稣就说了 你做一个犹太人的老师 你不明白这件事情吗 那更何况 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应该也更是不会了解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教会 我们也是 也是扮演这个带领人来 那我们说我们为了 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个也是 我们要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要做的 不只是依靠我们的言语 应该是以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 这个是特别非常的有利 可以带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宗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当初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修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释放你 天主 请以你的从爱 募语我们的身心 也修你 宣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宣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 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他分尸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亲主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 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习步伐 必须尚未公寿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如同我们宝 如同我们宝宝 如同我们宝宝 如同我们宝宿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与幽阻 但就我们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请记住耶稣基督 从使者正复活进来 祂是我们的救助 祂是永远的光 若与主同生命将与主相拥胜 请记住耶稣基督 从使者正复活进来 祂是我们的救助 祂是永远的光辉 若与主公困难 将与主同为我 请记住耶稣基督 从使者正复活进来 祂是我们的救助 祂是永远的光辉 祂是永远的光辉 祂是贊元的光辉 是永远的光辉 傍元是永远的光辉 两次ät templ粉